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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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准备 5 3 2 快点 快点 我们今天呢是拍灵色师姐跟金德师兄他们每天早上他们会轮流的回到市东国小来帮小朋友上下学因为这边的路口大家可以大概看到一下我们这边车子很多所以小朋友在上下课的时候其实很危险的 然后就有我们的爱心妈妈然后还有大爱妈妈有我们大爱妈妈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金德师兄跟我们的黎色师姐他们会做轮流这种工作来帮助小朋友上下学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呈现当时那样的状况 你们现在就在这里在台 每天都看着老师 好来 注意 看着老师 老师在哪里 希望说我可以过来做一点点协助 因为今天等于是要动员很多班的学生嘛 对 那所以呢就是要帮忙 因为那个时间又不定 跟学校的那个作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背叛人就是要配合俱足 然后赶快就是请资源的班级赶快过来 来 他们要来这边 要不要后面看得到吗 这个人数比较多的应该是学校 学校其实就是说应该要动员到 等于现在这样应该是一到六年级全部都动员了 对 不过就是很好啦 就是说如果找到他们 希望他们资源 老师们都非常的乐意 学校啊 很棒啊 好开心 好开心 毕丝老师他有担任教的导播 那所以比如说上学放学的那个状态 就是需要拍摄之外 也需要有一些真的就是那个 临时演员去在那边走过来走过去 那临时演员那绝对不肯太少 因为如果上放学的那个时段 就是真的是人很多 那因此动员到的人 我这样去年这样整个算起来 应该是从一到六年级 几乎每一个班都有动用到 中山北路六段跟四东路这边 它这个是交通最平凡的时候 拍起来当然是比较麻烦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麻烦 才会显出它的这个危险性吧 那交通的这个尤其是这个李老师 在这个交通平凡中 尤其奔不顾身去挡车啊 这些东西都会增加戏的效果 那我们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是 所以说每一个部门 我们先要一定要预设好大概的情况 我们前面也有过沙盘推演 所以说我们都会叫谁挡哪里 谁挡哪里 这样子尽量我们所谓的那种 所谓的意外状况尽量不要发生 一开始小朋友会很兴奋 可是如果说两三个小时这样拍下来 其实他们也很累 然后又一直重复的事情一直在做 所以他们的那种耐性有时候会被磨掉 那所以剧组的工作人员还要帮忙 就是怎么样去引起小孩的动机啊 然后要维持秩序啊 这些状况 其实真的也是很辛苦 那还好李老师他人真的很nice 就是在拍摄的现场 几乎李老师有空 他都会在就是在剧部或者在学校 就是看看呢 有什么可以帮我们的地方 李老师也都会帮忙 就是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就是相对会稍微轻松一点一点 挥一挥棋子 吹一吹哨子 叮咛孩子过马路也要注意安全 看似简简单单的导户工作 却有大大的学问在里面哦 饰演李黎色的演员何佩佩 在拍摄这个桥段的时候 他深刻体会到原来导户志工的工作 真的是不简单 在等待绿灯转变的短短时间里头 是可以和孩子有温馨互动的 哪怕是一句最简单的问候 鼓励的话语都会影响孩子的心情 和思维进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然而面对车流量多的十字路口 导户老师则是用生命 在维护孩子的安全 实地来到这边看一看哦 我才真的知道说 你刚才为什么要打个话给派出座 是这样子没错 校长 有远景在的路口 开车的人也会比较泥浪 过马路的小朋友 而且对我们路口 在执行勤务的志工们 也会更正宗一点 你去打车的 你不管他一定会刹车 你就去不准他过来 然后跑步同学 知道吗 李老师他来做志工之后 那他一直在这个交通指挥这一块 那李校长第一次发现他的时候 也是在这里 觉得他这个人很了不起 他尤其是这个 对这个学生的那种呵护 你叫我停 你听到没有 哎 绿灯耶 我不能过啊 行人要先 怎样 小朋友 先回去 站好 超恐怖的 再演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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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演一遍 好 其实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你会先把小朋友召集 那召集在一起 小朋友就叽叽喳喳 会乱跑啊 你就看到师姐很有耐心的 陪他们聊天喔 然后一个一个 就是问一下你今天上课 怎样啊 昨天回家在家里怎样啊 然后根本来聊天 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后我们再进行下 绿灯了过马路这样子 所以这个岛户还不是只是来岛户指一挥而已 他还有兼任就是辅导这些孩子的功能 其实蛮辛苦的 而且这边超晒的 然后你看他们是一年四季喔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没有休息的 轮流啊 这样子 我觉得很了不起 再往前走 来 因为我那个 在世东 三十年 所以这等于是我唯一唯物的学校 真的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那时候我就说 退休以后 我还是要回到学校当志工 所以学校老师说 那你回到学校你想做什么 我说第一个我就要占岛户 他们一听都觉得很差异啊 就觉得说你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信念 那就是说当老师 其实跟父母性上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孩子就是快快乐乐的上学 平平安安的回家 那最好的就是来占岛户 你就可以看到孩子这样子很快乐的上学 然后很平安的回家 所以我就说我第一个 我就是要来占岛户 大家可以疼吗 有 有 有 也想到吗 有 是假的 你最以为他会撞你吗 不知道 所以马路是不是很可怕 好可怕 在我们还没开始拍之前 他们很兴奋 因为要拍戏 然后他们说车子来啊 你们要害怕 说我才不要 然后在这边说我要跟他比业 我要冲过去 可是当真的来的时候 他们真的害怕了 然后小朋友配合得很好 我是说小朋友有把那种 真的害怕的感觉有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拍是很顺利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NG 我们就是我们的位置的问题 所以我们重来两次这样而已 所以他们表现很好 好 去上来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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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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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来 快过快过 小朋友 主要表现的就是 校长发现他的这个 他的厉害 但是他更 更多的爱心在里面 他不怕恶势力 所以刚才我们就是一个货车司机 他当然不是恶势力 可是是一个粗人 可是对粗人有他粗人的办法 他所以说他的教育中间有碰到 要各式各样的人都会碰到 大概是这样 老婆 如果有人这样开车吓你儿子 你会怎么样啊 吓我儿子 我就跟他拼命了啦 那这群孩子呢 小朋友 来来来 来来 好 过去了 过去了 快点快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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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否记得老师 影响你最深的一句话呢 曾经我们一起12岁即将播音完毕 也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大爱剧场 感谢您的收看